小米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来说 诸如像RTX3090、3080的旗舰产品 由于价格昂贵 所以并未被大手擒来 而作为看重的还是面向于主流的甜品卡 比如RTX3060、2060等等 但最近更加香甜的RTX3050Ti和RTX3050桌面端显卡 也终于迎来了新的规格 至于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对于NVDA自身而言 RTX3050Ti和RTX3050的发布 早已是板上定音的事了 但自从老黄发布了这两款显卡的移动版之后 关于桌面端的消息 直接被雪藏了起来 而这也让不少主流玩家 一度怀疑这两张甜品卡是不是被取消了 然而现在看来 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但如果要说RTX3050Ti和RTX3050的部分规格 其实早在去年年末就得到了确认 不过当时由于NVDA将工作重心放在了RTX3060的身上 所以并未被进一步推动 然而伴随着安排价格的周期过半 以及隔壁AMD又发布了新的甜品卡RX6600 既然老黄想起了自己还有RTX3050Ti和RTX3050的库存 所以直接将其提上了日程 具体来看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 首先是RTX3050Ti仍然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并基于GA106-150核心打造 预计用28个计算单元 3584个库大核心 将会配备为宽为192bit的6GB及DDR6显存 整卡功耗大约在120W左右 但根据推特用户KIMI的最新消息显示 由于3584个的库大核心已经用在了RTX3060上 所以NVDA将会缩减RTX3050Ti的库大核心数至3072个 但会升级显存规格至12GB 至于性能方面 由于GA105-150核心并非是RTX3060款的满血版 所以RTX3050Ti的性能大约会比RTX306低上14%左右 但目的是为了与AMD8G显存的RX6600直接竞争 然后是RTX3050 其同样会采用三星8nm制程工艺 但会基于全新GA107-350核心打造 并将配备4GB或8GB未惯为128bit的GDDR6显存 整卡功耗仅为90W 至于具体的算数方面目前还不清楚 但据推测 其构图核心数将会在2304-2560个之间 预计性能会比RTX3050Ti低20%左右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从RTX4的秘密上就会看出 RTX3050Ti和RTX3050肯定是会支持光追和DLSS技术的 同时也是AVIDIA首次下放光追基础到50系后追的显卡 但实际的光追表现嘛 大家用不着期待 直接将它作为一张支持光追的GTX1650即可 具体价格方面 根据供应链的消息透露 两张显卡的售价均不会超过300美元 所以个人估计RTX3050Ti的国内售价将会是1999元起 RTX3050的国内售价将会是1499元起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千元级30系提名卡 而发售时间的话预计会在明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30系Super显卡之后 所以各位提名卡的爱好者 这两款显卡将会是你们的猜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T强 我们下期 再见